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RGB LED 那這RGB LED它是採共陽極的模組 那也就是說它的三個燈 三個燈它是它有共同的五幅接出來 那如果是共陰極的話 他們就是用共同的接地 共同接地 那這一個是共同的五幅特輸入 然後這邊有四個接角 四個接角 那基本上這個LED它可以有三個顏色 三原色在控制RGB 這三個顏色在控制它的顏色 所以單一個顏色R就是Red 就是紅色 那B是Blue就是藍色 Green是綠色 所以三原色在控制這個整個燈的顏色 那它可以根據 你每一個顏色輸出的亮度來調整 那這個V呢就是五幅特 就是接到Mardino的五幅特 那它的原理是 我們的接線是這樣子接 這是第一種接法 如果說我們要能夠控制全彩的話 那必須它的RGB這三個角位要接到 可以有PWM輸出 就是可以調整出力大小的那幾隻接角 那在S4A裡面 在S4A裡面 在S4A裡面各位可以很清楚看到 它的PWM呢 它只有五六九三隻角 只有五六九三隻角 所以我們在接線的時候就要接在五六九這三隻 五六九這三隻 好 那所以呢 它的V呢 V是五幅特 共同的那個接電 所以我們就讓它連接到五幅特的地方 然後另外三隻接角 RBG這三隻 就直接插在這個 第五角第六角跟第九角 這三隻接角 那你可以任選 可以任選 那你只要知道說 這個R是哪一隻接角 然後B是哪一隻接角 G是哪一隻接角 只要確認就好了 那這個就是基本的連接的方式 那用這種連接的方式呢 我們可以控制這RGB的LED 變成全彩可以使用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程式 好 那當你把Arduino連接上去之後呢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剛剛講 五六九這三隻角 所以我們把五六九 這個是類比 類比輸出 就是PWM輸出 那這是數位模擬類比的方式 所以我們先把五六九挑出來 好 五六九挑出來 那挑出來之後呢 好 我們先讓它就是 你可以試試看 因為在我們正常的 如果是供音級的狀況 如果是供音級的狀況呢 它的輸出的方式變成要 嗯 輸出ARM就是255它才會亮 好 可是如果你是供音級 就會剛好要相反 也就是說 如果你輸出255 它反而應該是燈要熄掉 好 所以現在我讓三隻角呢 我都先點兩下 讓它直接輸出255 好 所以當三隻角都輸出255的時候 你看這個燈就整個滅掉了 那我如果要單 所以 所以說 我再新增一個 如果輸出0 這個應該就是要亮對不對 這個 我讓它三組分開 這改成0 好 所以按照道理 就是供音級的話呢 輸出255 應該是要熄掉 好 點兩下 果然是不會亮對不對 好 那我如果輸出0呢 就會亮 好 所以這個5呢 控制的是紅色的 就是R這一隻腳 好 R這一隻腳 它跟你這個插的腳是相對的 好 所以這個是紅燈 紅燈 那上面25反而是on 然後0是off 好 所以我如果要關掉它呢 就要輸出on 好 那同樣的第六隻腳 我如果要輸出 我就要輸出0 好 這是藍燈 紅藍綠 它關掉呢 就255 這個就是供音級的關係 那如果你買到是供音級的話呢 就是正常的 就要正常的 比如255就是亮 好 可是我們現在因為買到的是供音級 所以255反而是熄滅 而0呢 才是暗 0才是暗 好 所以這個是綠燈 紅 藍 綠 關掉 那顏色怎麼組合呢 好 剛剛除了 顏色要組合呢 比如說這是紅 紅加藍會變什麼色 來我們點點看 紅 加 藍 好 它會變成紫色 變成紫色 如果說這個紫色不是很清楚的話呢 你可以用一張紫 用一張紫 把它放在上面 這樣子它比較不會太亮 不會太亮呢 可以很明顯看到它是紫色的 好 那 我把它關掉 關掉 如果說藍加綠 是什麼顏色 我看一下 藍加綠 這應該是 藍綠色吧 這個燈光有點太亮 看不太清楚 好 那 現在把它切掉 所以呢 我們可以借用這樣的方式 來去控制 來去控制這個燈的顏色 那因為它是PWM輸出 所以它可以控制出力的大小 比如說我現在 這是藍色 藍色我把它全開 就是藍色全開 那無度如果 紅色部分 我加一點點就好了 那一點點呢 一點點應該是比較靠近255 對不對 因為這是全暗 全暗 所以我來個240 來試試看 它就會加了一點點的紅色 所以現在就變得有一點點紫色 好了 如果紅色再多一點 200 它就會比較紫一點 稍微比較紫一點 那因為 它這個每一個都可以從0到255 所以有256種變化 那 所以三個顏色呢 256乘256乘256 剛好是1677萬色 所以是全彩的顏色 所以你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去控制燈號的變換 好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做一個很簡單的 簡單的呼吸燈號 那我們利用變數 利用變數 讓 讓這個燈呢 可以從 從席 我先把它全部關掉 我們可以讓那個燈從 很暗 然後慢慢變亮 然後再慢慢變暗 這個叫呼吸燈 所以呢 來我們做一下程式 開始 我們先設定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就是燈的亮度 然後先給它一個預設值 那因為一開始是 這是供陽級的 所以要讓它滅掉 燈 不開燈呢 是255 所以一開始預設 我們就255 然後我們開始點燈 那我點五號燈 五號燈是 五號燈是紅色的 紅色的 那所以呢 我就要去點這個燈 那點燈的時候呢 我不要直接點這個數字 因為我要做變換 我要做變換 所以我要點的應該是這個亮度 亮度的部分 那亮度每一次點呢 我就讓它 增 往下減1 那往下減就是變負的負1 負1 好 然後呢 我要讓它一直循迴的點燈 循環的點燈 循環的點燈 然後總共執行 255次 那最後一次就會變成0 對 好 那這樣子呢 就可以讓它慢慢的變 紅色慢慢的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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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同樣的道理 那同樣的道理 這邊已經減到0了 對不對 減到0了 那我如果呢 再讓它點 點燈 但是每次加1 那它就會慢慢的變 從最亮變到最暗 最亮 所以這是一次從最暗變到最亮 然後再從最亮變到最暗的過程 那我如果讓它一直循環呢 就用一個最大的重複執行把它包起來 把它包起來 那這樣它就可以一直不斷的 像呼吸一樣的呼吸 好 我們來執行一下看看 當我按執行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這紅燈 越來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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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可以發現這邊的數字呢 越來越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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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55就變最暗 然後 就滅掉 然後 再往0跑呢 就越來越亮 越來越亮 這個就是呼吸燈 那同樣的道理 我們可以做其他兩個燈 或者是混色 或者是混色 好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做到單一個顏色 單一個顏色的呼吸燈的變化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做三個顏色輪流 三個顏色輪流的呼吸燈變化 好 那我們三個顏色如果輪流的話呢 其實也不用太麻煩了 就利用剛剛這個程式 把它複製一組 這是第二組 然後再複製一組 第三組 那剛剛是點5號 5號點完之後呢 這裡已經熄滅了對不對 那我們來去點6號 這裡點6號 那這裡呢 點9號 點9號 好 穿在一起 放進回圈 這樣應該就是三個顏色輪流的點燈 跟熄滅 那我們來試試一下 好 看這亮度喔 來試一下 好 紅燈變亮 然後變暗 因為我們每次只挑一個 所以比較慢一點 再來應該是換顏色的燈 變 藍燈 然後呢 到0就最亮 到0最亮 然後 數字越大它越暗 好 再來換綠燈 好 這三個 這樣子就再輪流了 好 對 各位可以試試看 好嗎 按摩